马国骗子 这是马航370航班的越南家属们愤怒的声音 25日 100多名失踪乘客家属在马来西亚处北京使馆前进行抗议 但是这仍然不足以弥补他们失去亲人的痛苦 史蒂夫王代表越南家属 表达了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强力不满与失望 我们对马航处理家属合力诉求的态度感到极其失望 同时也对马航多次欺骗全世界人民的行为感到愤慨 我们希望下一次向全世界揭露马航的谎言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2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 称基于已有的证据 马航表示已经接受关于马政府发布的声明 确认飞机已经失事 所有机上人员无人幸存 但是 美国芝加哥瑞贝克律师事务所的全球航空诉控主管 莫尼卡·凯利认为 这次坠机事件是机械股上造成的 而波音公司也应该为这次事故负责任 我们认为波音777有设计上的缺陷 我们也认为有一半的机组人员 并没有足够地应对紧急情况的训练 我们认为飞机坠毁前机舱的气压曾突然下降 从而导致机组人员与乘客失去意识 这也是为什么飞机会在耗尽燃油后 坠入印度洋中 这是该公司专家根据以往的坠机事件得出的结论 1997年在印度尼西亚坠机的 圣安航空185号航班 和2005年在希腊坠机的 太阳神航空522号航班 都曾出现过高空施压的状况 凯利补充说 此前关于飞机被劫持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截机者把飞机撞向一个无人的区域 这很不合理 如果他们打算自杀 他们肯定会把飞机开到附近人更多的地方 而波音公司的新闻发言人约翰·邓恩泽认为 在调查结果出来前不能轻易下定论 每几飞行事故都有一系列不同的原因 但总的来说 航空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所以你不能草率地根据不同的事故 做出推论 瑞贝克律师事务所 已经向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巡回法院 提交了对马航失灵科技的制造商 波音公司和成运公司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进行调查的申请 如果调查证明波音公司存在设计缺陷 那么所有运营商购买的波音777型飞机 都得解决这一问题 凯利说 该公司打算为马航失联航班家属 针对马航和波音提出数百万美元的诉讼 我们可以为所有乘客每人提出几百万美元的诉讼 我们期望能够代表50%以上的受害者 该事务所曾为2013年7月 在旧金山坠机的韩亚航空214航班的117位受害者提出法律诉讼 而韩亚航空的事故飞机也是一架波音777 邓恩则澄清说 目前该律师事务所并未提出诉讼 如果你看了法院立案 我相信这还没有到诉讼的那一步 只是准备活动 目前凯利正在北京与马航失联航班遇难者家属接洽 他们大多并不了解他们有权在美国起诉事故飞机的制造商波音公司 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告诉他们这些信息 征求他们的意见 让他们做出决定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 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黄峰 华盛顿报道